欢迎来到每日模组合成器 因为已经在上上周的移动之中 已经欠的太多 所以打算来一次一个系列 来把它全部解决掉 所以想说来跟大家聊一下 从接触Eurorack到现在 已经十年了 虽然现在已经没有在使用什么Eurorack 不过在这十年间 还是有蛮多对我印象蛮大的Eurorack 有一些是非常喜欢的 有一些是一开始不太理解 可是结果既然一直在用的模组 想说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如果里面刚好有 有人有缺什么东西的话 可能可以在里面找到一些ID 也不一定 OK 好 所以从一开始第一个 就从BD-808开始 那虽然我做的音乐 并不是每一个都是有节奏的 不过BD-808它在我的 就是不管是作品里面 或者是现场演说里面 都是一个很常出现的Kick的一个角色 一直到很后期 很后期很后期 大概应该在2022年吗 2021年为止 我都还是一直在用BD-808来作为Kick 其实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割舍它 它的这个D实在是变得太好了 可能也是因为我不太擅长做Bass吧 所以就很常会依赖Kick来电这个Sub的部分 那其实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好习惯 然后应该要学会用 就是只是用Transient的大锅 然后用Bass去铺Bass该做的地方 不过anyway 反正BD-808这个东西 它就一直在我的箱子里面 其实是从买了一开始到很后面一直都是这样 那后来也买了一些其他的古的module 不管是数位的sample的或者是类比的 没有一个有取代掉过这个BD-808 就是它的那个深度啊 它可以真的下到非常非常的深 那我之前有把它sample起来做一些记录 然后说之后可以再用别的声音的时候 也稍微做得像那个东西啊 那后来我发现了 就是VCV里面我们常用的这个Drama 2 它一打开的那个Pitch 就跟BD-808一样 原来那个东西这么好听是有原因的 所以在后来跟VCV熟了以后啊 在跟Drama 2熟了以后 有了Drama 2 就终于可以把BD-808从我的箱子里面移除了 就在 当然我也没有在用Eurorack了啦 所以对 终于在没有用Eurorack以后 找到了一个可以代替BD-808的东西 好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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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